大家好 我是Alvin的Roy Alvin是可以讓球隊經理笑嘻嘻 讓球隊讓對臉表現變得頂呱呱的產品 想先請問大家一個問題 有看過電影魔球嗎? 有齁 這次一直在講大力魔衣動家隊如何透過數據分析 跌破中的眼睛打進季後山的故事 不只是放球數據很明顯 籃球的數據也怎麼樣很有趣 在我右手邊這邊 這是NBA上一季某一位球員的出手表現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位是誰嗎? 紅色的是他高命中率的地方 然後藍色的是低命中率的地方 猜猜看 Karen Duran 連輸喔 這個怎麼那麼厲害 那這一位呢 這樣看起來 這個選手中距非常非常的準 Joder 喔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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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絕對不是愛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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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大家都沒信心 這絕對不是愛抓 你 我 我 雖然現在第一種東西好 可是我不喜歡他 只有一次是Oneo 你 棒球 籃球的數據都很有趣 可以從數據當中去了解比賽 去知道一個球員的特性 所以在繼續之前我想講一個故事 如果我的故事 我小學的時候就只能比童年年的人高很多 憑藉著一百七十幾公分的身高 還有手練的基本動作 我在基隆式籃球比賽打遍天下舞的時候 不要看我現在這樣胖胖宅宅的 現在很多 不要看我這樣胖胖宅宅的 現在很多SBO的選手 都是我那時候的手腳拍角度 這真的 有錄影為這我不敢亂講 你一直講 可是到了國中 這個育龍隊的李德威是我的學弟 他也是籃球國手 好好可以 可是好幾部場到了國中 我就沒在找 以前那些比我挨個頭的同學 隊友對手 一個一個身高都超越我 更慘的是 我天生扁明珠 雖然不用當兵 可是到我跑不快又跳不高 我的籃球生涯 就面臨了很大的危機 所以你們在這邊 所以你們現在才會在這邊看到我 到了大學 我遇到一個教練 他跟我講說 Roy 當一個 你就算你跑不快 跳不高 你一樣可以當一個好的籃球員 怎麼做 理解比賽 你要去理解整個遊戲規則 理解整個比賽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對數據 非常非常的適合 想要從每一個數字去 了解整個比賽的細節 在這過程中我發現 這實在太麻煩了 我要拿一疊指到球場 畫表格 寫名字 一比一比一比正式技術 比賽完後 還要把這些數字 輸入到電腦裡面 光處理一場比賽 就要套進行 你更別說 有那麼多場比數 要綜合分析 所以 我們就想說 現在 很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行動網路是怎麼發達 我有沒有辦法 透過 一個手機 一支手機 把這些 要做的事情 放在裡面 把這麼多 這麼多 還手的步驟 都用一個APP去解決 於是 Alvin就誕生了 那 人對於一些 沒有打籃球的 朋友們 不瞭解 這什麼運作 那講這麼多 不如 讓我們直接看 知道說 Alvin怎麼讓 球隊經理 笑嘻嘻 那這部影片 還沒有上線 就 讓大家搶先看 你們有沒有看到 還是Videotest 這位球員 他在拿出手機來 在看數據 喔 他看到這種 回想起 上個禮拜 比的那場比賽 表現不錯 表現不錯 設計了 創新的界面 複雜的動作 只要兩個步驟 都可以解決 讓你不會錯失在比賽中 任何一個時間 在看數據 對 這個就是我 那時候還是比較瘦一點 所有動作 我們把複雜 繁鎖的動作 都用一個F 可以把他 我們做的是一個比較 立基一點的市場 那在真的開始執行之前 我們 團隊成員都有認真地想 這是一個有市場機會的題目 還好 我們在認真做一些研究之後 發現 這是一個 蠻有潛力的市場 右邊這張圖是 我一家 顧問公司他所做的 他發現 在這幾年當中 有越來越多 人員 願意把他 生活中 那些 Fitness的行為 Sport的行為 跟App做結合 那這個趨勢是有起來 到2016年 會有 超過三億的位置 那 從另外一方面來講 我們做的是籃球 光 台 日 美 這三個國家的籃球隊 保守估計 就有超過五十對 所以我們認為 這是一個市場 這是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就 投入心力去做它 怎麼賺錢 我們是 透過一種 訂閱模式 每個月付費 有些基本功能可以使用 但是更進階的地方 就要付錢啦 我們這幾個月同時做 Web 網頁跟 iOS 那在12月中的時候 launch了我們Web版 在沒有任何宣傳的情況下 有 1800多個 user 那 上面還有不少的team 這個數字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那 我們相信 這個產品 elven這個產品 是真的有解決到問題 真的有解決到問題 我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 把他做得更好 這是我們的team 看得出來哪一個是我嗎 三件那個 三件那個 我們team組成很特別 我們都是 松山高中 講到松山高中 大家想的 第一件事就是 陳信安 然後HBO 拿過三連霸 那時候我們就對 籃球這項運動很熱愛 我們都有在打球 我們都熱愛運動 也都有參與球 這是我們 我們解決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相信 這是我們 團隊非常適合 做這個題目的原因之一 今天很開心可以 參加那個 104夢想搖然的計畫 那 我們目標是 募10萬塊 現台幣10萬塊 作為第一名的原因之計 那在最後我想 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以前 我們說台灣球員 打不進NBA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身材 是因為血統 是因為我們是黃種人 是因為我們沒有爆發力 可是今天一個 唸哈佛的台灣小子告訴我們 就算你沒有身材 就算你是黃種人 就算你的爆發力再跑不好 就算你的身高只有190 你一樣可以在BBA有一定組織地 憑藉的是什麼 憑藉的是頭腦 憑藉的是科學化的訓練 憑藉的是系統化的訓練 憑藉的是系統化的訓練 所以 贊助AOwen 當然更多台灣選手 有站在世界舞台的機會 謝謝大家 大家好 謝謝AOwen 謝謝AOwen 請你的朋友 請你拍攝 我給你參與 帶一埋 如果你帶你走